那天就有朋友问我说 2024年我买平板 买PC 买Laptop 是为了什么? 看戏 学习 收工 方便待上待下 Taltex 这个问题让我陷入了诚实 到底买Laptop跟买平板的差别在哪里呢? 对了啦 这个就是我得出来的解答了啦 买电脑的人就会觉得 我现在用的软件全部都是很齐全的 我的Microsoft是完整版 我有滑鼠 我有Keyboard 平板能咩? 能? 今天要开箱的这台平板 就是能 它算是平板件里面少数可以做得到的 少数民族 华为Maypad 12X是全新的 刚刚发布没有多久 它外表就是一个平板 但是它里面是PC level的 不要被它外表骗了啊 它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平板 加Laptop的一个二核一体 为什么呢? 我这里就整理了 7个点它为什么可以replace掉Laptop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 这台平板一买来 就直接送你 键盘加Cover 一支笔还有滑鼠 我真的没有啦 这三个东西一单兜上去 一发不可收拾我跟你讲 叮!它就是一个电脑的样子咯 这个键盘呢是用了华为Sync 3NearLang技术 连接的二别稳啊 注意看平板背后有三个点 一连上键盘这三个点就自动充电了的 一共呢有两个角度 这样和这样 打字的速度也是很实实 厚度我觉得做到很薄了 而且这个质地是比较那一张的哦 都上去就是笔电 拆开来就是追计神器 华为M Pencil D3D 这个也是新闪技术来的 16384压杆的手写笔 反馈很快 手写很顺 也就是说因为有了新闪技术 它延迟就更低了嘛 平板和普通电脑的距离 又拉近了一点了咯 滑鼠呢 其实华为一向来都是没有送哦 但是这次哦 送嘛 所以配上这个三件套 它就是完完整整的一台电脑的样子 第二 PC级别的WPS 其实华为一直都很强调 他们叫做PC级别的平板 这样它的软件也一定要够PC 才叫PC嘛对不对 别的就不讲啊 你们懂你们买电脑回来哦 你们的Microsoft Word啊 PowerPoint啊 它不是免费的 据我所知是不便宜的 如果你是官方买的话 每年要给几百块这样子给 那这一台MacPad 12 XL 它最好的点啊 就是 还有一个免费的WPS 一 它不用给钱 二 它直接安装好了在里面的 三 它的功能跟Office 365 是很像很像好的 四 它整个layout 都是跟着PC的UI 一对一去设计出来 所以它整个使用体验 会很像电脑 比如说Word 我日常是拿来写稿的啦 MacPad上面有各种格式 符号 画字 heading 都是齐全的 另外一台 iPad Air的WPS 它是移动版啊 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选的pattern 真的少很多 画字又没有 Phone都少过人哦 也比如说Excel啦 PC级别Excel 真的是 another level啊 什么公式啊 图表啊 都是一清二楚 上面两三排功能 就是电脑的样子啊 相反 移动版 就是很简单哦 功能被砍斑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 平板不够电脑好用的 其中一个原因啦 再来PowerPoint更明显啊 PC级别的PowerPoint肯定是很齐全的 那种动画速度啊 生效啊 全部是可以调的 特效排版也是更容易做 现在你们看到了咯 PC版本跟移动版本的差别就在这边了 第三点 华为Notes 我发现Midpatch12X的Notes功能 比起普通平板的Notes哦 是真的比较多一点 比如说当我按进去 我开NewNotes的选项 那 还没被人得多了咯 不同的底 颜色 点进去 我可以录音做笔记哦 哈喽 今天你在哪里啊 我们要不要出去吃饭啊 写字的话咧 还有一个神圈功能啊 可以把手写字 变大变小 可以换颜色 还有一个叫做Laser pointer 想要人家focus在这个字的上面 我就圈起来 我注意力就会在这边了啦 然后这个Laser咧 它一下子就消失了的 适合presentation用啦 如果你要画形状的话 停笔那刻你定住 就可以画出标准的形状了 也可以分屏 一边看资料一边写 或者把做好了的PDF 你import进来做二次涂改 功能性算很强了 第四 屏幕 这个也是Midpatch12X 一个大重点 因为它用的是柔光屏 无论我怎样拿 它完完全全 不会反射到任何的 阳光或者是灯光 它磨上去的是磨砂感 跟贴料Made的Screen Protector很像 但是又不一样 贴料还是会反光 它是完全可以 隔绝99%的干扰光 灯光怎样照 它都不会反 2.8K解析度 140色色刷新率 P3色域 HDR vivid 而且有四大护眼认证 再来亮度它是到1000nits 通常这个定位的平板 很少做到这么高的 多数都是400到600nits之间 Design上面也是好亮啊 我拿到的是青色版本 很温柔的青色 它超美 手感很好摸 滑滑的 听起来用的是天然云霧粉加工 所以它光泽感看起来有点像贝壳 一体式的金属机身 造工很漂亮 还有钻石切边 就更Premium一点咯 但是它不搁手的 第五 电池盒设计 今天你注定要成为一台PC级别的平板 你就注定 你要轻 你要薄 还有你要电池耐 薄 是真的薄的啦 5.9mm 罢了啊 重量555g 还要买保护套而比 也就800多g吧 那还对比我这台轻薄本笔电 Repest X 还是赢的 然后你不要看它薄薄这样子 它里面是有10100的电池 如果今天我要带它出门 然后我的电池不耐 我最后还要带着一个charger 跟着我出门的话 这样我买平板的意义 其实就没有了的 它这个大电池 是可以顶一天 不带充电器出门的那一种啊 这个就真的很适合移动性办公了 而且如果 则需要 还有66W快充叻 第六 画画需求GoPane App 这个可能是一般电脑 没有办法做到的 因为你要走到哪里 画到哪里 而且你support的App 也要功能很齐全才可以 像GoPane这个App有极好用 我之前拍Mate Pad Pro 12.2寸的时候 就已经讲过了 各种画布 除纹水彩 油画等等 一共10种 各种色盘色卡 各种笔刷 150种 比如喷墨就已经很好玩了 全空喷 很易事的哦 还有新功能叻 Malaysia都有 Batek 它整个画画功能是很齐全的 重点它跟WPS一样 是免费的 再配上这一支笔 笔电都不定做得到 第七也就是最后一点啦 Download Apps 基本上Google类的Apps 在App里全部都 Download得到 YouTube、WhatsApp、Facebook、Google Drive Netflix、Instagram、TikTok都有啦 总结下来我觉得 MacPad 12X它真的是很PC 它做的每一个设计功能 都是往这PC级别平板的方向去走的 它很多地方都可以追得上PC 甚至有一些还超越老天 比如说 M Pencil 随时画 柔光屏 它可以touch screen这一点 都是一般普通笔电很难做得到的 价钱时间 2999 送什么来送的多 送键盘、送笔、送滑鼠、送FreeBuds 5 送背包、送一年水平保 还有Extra200块的Voucher 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已经是2800块 送的东西都几乎要追得上平板本身的价钱了 值不值得咧 这个是见仁见智啦 反正你一个价钱 你又得到一个平板 然后你得到一个PC 你们就自己想一下啦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解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